4月1号呢 当时乙军在加萨空袭散组织的援助车队 炸死了7名的工作人员 包含了英国人 波兰人 欧洲人 巴勒斯坦人 还有美加双重国籍 现在乙军也公布了调查结果 承认犯下严重错误跟程序违规 那么波兰的副外长表示 这个宣布处罚的措施力道不够 应该要发起刑事调查 金教亮哥 这个是两件事啦 我认为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 可能不会是短期的啦 因为它飞弹多了事 无人机多了事 所以应该会持续好一阵子 因为你都已经打到人家的大使馆 那这个同比例的报复 以色列的28个大使馆就永远关闭算 不然你随时就准备被打 就是这样啊 现在事实上美国是在担心 黎巴嫩真主党会按捺不住 那这个搞不好是 拉坦雅胡的目的 他就是要让美国卷进来 然后让拉坦雅胡可以继续打这个仗 因为他知道美国对他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大 那因为他只是一个脆弱的多数联盟嘛 所以美国要把它搞掉是有可能的 尤其以色列现在内部也有很多人对他不满 所以美国现在是区分 跟以色列跟拉坦雅胡 这个我认为这个舆论在行程中 可是拉坦雅胡要自己救自己 我就看能不能惹 我来黎巴嫩真主党来打我 以色列北部 那你美国就一定要表态 那这样子这个战争就不能停止 希望他也要进来 这个就有点让人家怀疑说 金门那个撞船事件 民进党上纲上线是要干嘛啦 所以有人就怀疑说 你是不是要逼美国进来嘛 那也把美国拉进来 不然后来美国就说 福建内水我不管啦 他就表态了 美国表态了嘛 所以后来民进党知道搞不下去了 我的意思是说 有时候小国会有一些怪招啦 这个拉坦雅胡就是为了 就看你怎么接招 保自己啦 因为目前五眼联盟 连英国都出来讲 我刚刚看金融时报 英国的外长就讲了说 英国以后对以色列 不会开空白支票 连英国都这样讲话了 现在只剩下你拜登啊 就是你要表个态啊 那你刚刚讲第二个事件 那个又更引起更大的公愤 因为那死的那七个人 很多都是五眼联盟 对吧 有英国 波兰 澳洲 波兰 英国 美国人 澳大利亚 对不对 那我跟你讲 那三部车 上面就写个WSK 世界中央厨房 WCK 写这么大三个字 你还会来炸我 那个洞 我们刚好破那个车顶原型的 是啊 就是要给他死的那种 就是要给他死啊 而且我还事先跟你讲 说我要经过的路线 那我就是三部车 我那个车又那么好认 就是WCK 你还硬炸我 所以他们怀疑是人工智能决策 就这个如果是飞行员 会看到嘛 你怎么会来炸人家呢 所以是不是你的人工智能决策系统有问题啊 以色列是否认啊 可是很多国家都在怀疑说 奇怪你打那个WCK的测试要干嘛 就是你可能有一些 辨别是哈马斯 嫌疑者的一些标准 AI智能 就是人工智能啊 薰草 好像叫薰衣草 不管啦 反正就是人工智能决策啦 那一定是有人下达这个命令给AI说 看到这个要炸 AI可以自己设定一些标准 他自己又打 所以欧美是有人在火大 所以你怎么可以把决策权交给机器 交给AI 而且他允许说1比15 打一个哈马斯 可以允许15个老百姓伤亡 他那个AI系统 就是他这样设定 他最初的设定 他那个人工智能设定 就是士兵不见得要开枪 因为这个如果真的是飞行员 以色列人 他不会打的啦 他有罪 这有战争罪 你怎么会干这种事 你明明就写个WCK 你还给人家炸下去 我跟你讲 这个正常的士兵 不会干这个事 因为他要面对事后的处分 结果这个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以色列就立刻把两个指挥官把他撤职嘛 可是大家认为这个不够 无法平息众怒 他说不是撤职 是要司法审判 这个有战争罪啦 这是刑事罪 你怎么可以杀人呢 我坦白讲 那两个指挥官大概鼻子摸了 因为如果下来调查 搞不好就发现他不是他指挥的 他是设定人工智能来炸的 这个我觉得 这个难以想象反正就是发生 这种情况一定就是 他对那个巴勒斯坦人的性命 没当一回事嘛 不然你怎么会让 机器来设定要不要炸 就是一般人不敢这样搞啦 比如说俄罗斯去炸乌克兰 他也不敢这样设定啊 让机器去决策 开什么玩笑嘛 照歪了怎么办啊 可是他就真的这样干啦 所以像以色列国防部讲半天 没有人相信 那人家要求他公布整个决策过程 那他就用撤职来处理 那我查到了 他那种人工智能叫薰衣草 就是以色列 他用人工智能来辨识 因为他不晓得你是哈马斯 还是老百姓嘛 他又设一个AI 这人工智能也很可怕 他就那名称叫薰衣草 人工智能 就是机器会自己去攻击 辨别 而且他还设定一个 就是哈马斯 如果我打一个哈马斯 可以允许 这个设定的就是 可以允许15个平民伤亡 所以你看这多狠 所以亮哥刚刚讲 我觉得他应该就是用这种AI的 薰衣草人工智能去攻击 对 所以才会造成这种打中央厨房 是 栗子哥 我觉得这事 充分凸显的一个问题就是 当一个领导人暴冲的时候 他把他自己个人利益架在 整体的国家民主利益之前的一个 恐怖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 因为这件事简直是一个疯狂 而且失控的状况 那可是也再次凸显的 我这边必须谴责 就是说西方人的双标 今天真没炸到你英国人 没炸到你波兰人 没炸到你澳洲人 没炸到你美国人 好像 巴勒斯坦死了快4万人了 你好像就让他这样一直炸 所以 这个点是一个要强调的 第二个 事实上以色列最近他所承受的压力 还有两个是双重的 大家可能觉得 纳坦亚胡够疯狂的对吧 我跟大家讲 纳坦亚胡现在民调只有38 但他的政治对手啊 是一个更极右更极右的 现在是42还是45% 最新的民调 所以如果纳坦亚胡倒台的话 那更极右要上来 现在在整个 以色列就是纳坦亚胡 这个战争内阁里面 纳坦亚胡被认为是软弱的 他这样还被视为是软弱的 是的 所以这个国家 已经进入一个疯狂的状态 我们没有想到在21世纪的20年代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代纳粹 当年以色列人是被 犹太人是被纳粹所破坏 结果 其日的这个受害者 今日啊就勇者斗二龙 今天勇者变二龙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以色列会受到越来越大的一个 国际的压力跟谴责 可是现在对于美国来讲也很痛苦 为什么 谁叫你要把他这样养虎为患 现在最大的麻烦是什么 如果纳坦亚胡倒台 更激进的上来那你怎么办 可是你又显然没办法阻止纳坦亚胡 因为纳坦亚胡知道 今天战争的停止啊 或战争的战歇 或者甚至 人家觉得他只是下台 他不是他是下狱 下这个 要下去坐牢的 所以对纳坦亚胡他已经退无死守一步了 所以对他来讲 只有把战争计划 他现在想了所有怪交就一招 就刚才亮哥讲我把美国给Q进来 那美国Q进来有一个关键 就是以色列如果失守就没了 大家想过去哦 这个在中东地区呢 美国有这个四根 比较重要的钉子 以色列 然后伊朗的巴勒维王朝 沙奥地阿拉伯 还有埃及 通通被美国人自己拔掉 巴勒维王朝 美国放弃他了 沙奥地阿拉伯 现在MBS小萨勒曼上来 结果呢你自己跟他闹得很不愉快嘛 那最好笑的是埃及当年是希拉蕊亲自让他倒台 那个穆巴拉赫 那个非常独裁 他是一个独裁的军头 没错 但他跟美国非常的好 结果你让他也倒台 现在整个美国最尴尬的是什么 他在整个中东地区 剩下一个以色列 那如果大家把那个地图打开 我欢迎大家可以把那个地图打开 你会发现 美国在整个旧世界的里面 就我们说欧亚非旧大陆里面 他在整个中东部局里面 剩以色列这一块 所以现在美国是很尴尬 他现在以色列又失控 但如果以色列掉了 那等于美国在整个旧大陆的 最重要的肢点彻底消失 他也不能接受这个结果 所以现在对美国来讲 你看老拜登变什么样 老拜登呢不只是 会在花园里面迷路 我觉得他也在 国际政治丛林里面 也在迷路当中 是 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 食灾很难确保 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郡 也因此 越来越多人 选择在生活中 补充益生郡 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这么多的 益生郡 该怎么选呢 挑选具有 专利认证郡竹 最重要 面对换季引起的肝痒 红肿 能调整体质的 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郡 就是一个稳定健康 基础的好选择 金三角全校配方 让肠道增加好郡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收入多篇学术报告 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 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 如果你也想尝试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对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 美日克菲尔 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